想和你好好谈心 其实安宁是非常所谓的全人化的照顾 全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是只有看到病 也不是只有看到病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照顾者 有一次呢 有一个病人的女儿就告诉我 她说我决定放下了 我可以接受我爸爸走 我想要执行把呼吸器撤除掉 我随时都可以我准备好了 我说你准备好了没有错 那旁边那几位准备好了吗 我说照顾你爸爸的外籍移工 照顾你爸爸的特别护士 都像你爸爸的孙女一样 他们准备好了吗 我说来来你们几个过来 我说如果下礼拜 我们把阿公的呼吸器关掉 让阿公去当神仙 你们准备好了吗 所有人就当场就崩溃了 都摇头 所以我就跟她女儿说 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她们还没准备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本照顾 我们常常是看病不看人 只看到病人没看到照顾者 面对生死一体 思考生命意义 我是坚书 黄胜坚一世 做自己的主人 找回你的心 应心电子 真心祝福 真心祝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